有关此次搜救失联马航客机的最新情况 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越南湖致命市的记者李财柳 财柳你好 三立林好 距离飞机失联已经过去45个小时了 据你在当地了解搜救工作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吗 那就是先讲一下最新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接到的就是最新的消息是说 就是越南的救援队是在这个土珠岛 也就是说就是失事的这个海域附近呢 就是西南边的50海里呢 发现了疑似一个是飞机尾部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物体 不过呢现在就是还是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了 然后另外呢在胡志明市这里 中国驻胡志明市领事馆今天下午是召开记者会 那么就是财文瑞总理事是告诉我们说 就是目前的领事馆是非常关注世界的进展的 那么就是说领事馆方面跟越南方面呢 也建立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然后就是让大家的沟通的管道是非常的畅通的 然后总理事也告诉我们说 就是越南方面的对于这一次的救援是投入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就是除了就是目前派遣到已经到了那个 就是失事海域的这些收救的船只还有飞机之外呢 其实呢就是还有军就是后方呢 还有就是很多的舰艇还有飞机也是在待命的 然后另外在胡志明市这里呢 就是华人团体也非常的关注 就领事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这边的华人团体呢 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在准备的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提供一些援助的 另外呢就是除了胡志明市这边的领事馆 就是在河内那边中国的领事馆也同样的就是说 都已经就是准备了多套的这个应急的方案的 那相信我这边的情况就是掌握这么多 好的非常谢谢财流来自越南胡志明市 带来目前当地一个最新的救援进展 在河内那边的领事馆里面